为了鼓励民众在连续假期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经理单位推出了优惠票价 还有搭配租赁业者的折价方案 希望可以减缓巅峰时期的塞车问题 同时因应防疫政策 国道客运不论是车辆或者是人员 都加强了防疫准备 要让旅客可以安心放心又便利 为了鼓励民众在连续假期间搭乘公共运输 疏解国道交通拥塞 二八联系假期有14家业者 90条国道客运路线配合 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享有许多的优惠方案 鼓励大家搭乘公共运输 这一次往花莲的部分 有很多优惠 包括说搭乘国道客运 像现在如果这个我们北花线 这个国道客运的话 可以打这个八五折 那如果来到地方的话 可以搭乘这个市区客运有一段票或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 另外是在地游角 如果你跟租赁车来做租车的话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折扣 回程的时候机车也可以打100元 然后汽车有200元 北花线客运的部分 往返400元就可以了 那这个票价是平常日的大概五七折到六五折左右 这些优惠都是希望各位民众能够搭乘公共运输 让这个我们旅途既平安又顺畅 而为了配合防疫 公路总局也针对国道客运的车辆和人员 做全面性的消毒与管理 旅客部分也有相关的防疫要求规范 务必落实防疫作为 要让旅客搭乘公共运输 便利省钱又安心 介入会欢事报道